那个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攀比,有欲望 很多是一种侥幸心的 现在很害怕 希望我的同行们身为财务工作者 要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要有法律底线,要有道德底线 钱永远不是万能的 最起码自由钱是买不来的 所以说不要为了一时自己的私欲 去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卸身河南工艺美术学校员会计 2019年12月9日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经指定管辖 被河南省郑州市京水区监委立案调查 并采取留职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之规定 决定对卸身采取留职措施 卸身在5年内篡改200多人次的工资表 贪污了近300万元 他将贪污的大部分款项 用于购买玩具和充值游戏 拿着钱买了自己心仪的比较贵的东西以后 满足一种虚荣心 看着一屋子的这个模型玩具 为什么买它都不清楚 最贵买的应该是三万五千块钱 有一种感觉像是 赌博或者吸毒的一种感觉 欲望是罪恶的源泉 务必自负 而后重生 卸身从小到大受到家庭的过度逆安 属于典型的巨婴 他本人丧失理想信念 忽视党性锻炼 喜酒性成欲望滋生 一方不可收拾 现在在窥想起来 简直是自己真的是无敌自由 身为一名党员 任何没有起码的党性 说是党性丧失 是崇尚这个金钱至上的一种观念 思想的防线出现了问题 就不可避免地走向 违纪违法的道路